故子荒涼,隱聽道娟提血淚, 閃關寂寞,空教王娟半清燈, 博故大老神父, 上海聯話影片公司《香港明原製片場》第二次的出品,是故子娟聲 , 香港基督教真光基金會,過多流文牧師羅明悠, 雖然我們都信耶穌, 不過他寫這個影畫戲劇本,是橫揚佛法,警示犬善的。 這出前面非測的故子娟聲,是由聯話公司演員養成所的交集, 薛少榮,和上海企南影片公司,好好唱口過條, 武俠片女明星黃曼莉主演。 成出片非常愛感臨力盡致。 而且,片中有香港和省城的偉麗性景,光線的美化, 加上劇情亦好軟棄催,令人有利脫塵囂之想。 阿伯拉喊弟弟兄弟, 墨篇故子娟聲的影畫戲故事是說, 二世祖何如夢不無正業, 朗日沉迷走息。 有一百,何如夢和她露寫葉君後爬街, 上山去打獵。 葉君後這條變態老, 弄死一隻羊奶和她的羊仔, 正一嵌家產。 落山時,何如夢婆婆親,陸落山, 被人扶去一間別墅與她打包, 這便混亂了很好唱口的別墅女主人趙政霞。 何如夢和趙政霞正一後婆婆遇上一枝粉盒, 談談客周上賣床, 搏賣東西, 結婚, 還扶著一枝粉盒。 後來,何如夢聽到葉君後叮咕四傻了, 葉君後那女人說:「這混蛋死事, 好像有啥嘬叫。」 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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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又見條狗彩化成禮鬼來追她, 擇聖了,決意離開老婆子女,去故子出家當和尚。 老婆子女去故子勸她回歸, 但何如夢吾吶仔,說要在樹屬罪地說和。